大家好 我是Chris 我是Neo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专注这样一个话题 其实这种就属于那种道理简单 但是做起来好像很难 典型的知译形难的一个概念 一个话题 我就觉得谢霆锋有一句台词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说了你又不听 听了你又不懂 懂了吧 你又不做 做了你又做错 是刘德华吗 不是谢霆锋吗 错了你又不认 认了你又不改 改了你又不服 不服你又不说 你让我怎么办 好像在这个链条上有很多个环节 所以就感觉特别是 其实你要做成功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还是想说一说这个事情 其实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也是最近看到的 分享一下 你知道铃这个元素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含铃的物质 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里面铃 那个元素 我就记得骨头里面有铃 有人说烧骨头会有灵活 红铃白铃 对对对对对 对那个嘛 对吧 就是白铃可能更易燃 然后四十几度就燃 对对对 就是他 对对对 就是他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就是那个 那怎么发现的呢 这个就是再讲几百年之前 大概一六几几年 德国有一个人他叫Brand 他是一个商人 但是他就想挣钱嘛 所以他沉迷于什么炼金术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体本身啊 就是一个炼金的一个机器 就感觉我吃进去的是食物 我出来就有黄金 所以呢他就在研 他一直就在研究尿 你知道吧 他就煮尿 一直煮尿 他是收集然后自己煮 对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煮着煮着 那个液体蒸发了以后呢 他会有那个 红色的那个糖浆 和黑色的残留物 然后发现以后呢 他就继续把这两个东西 然后继续煮 煮着煮着 然后就煮成蓝绿色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闻起来有一种大蒜的味道 然后然后他会发现 这玩意容易燃烧 燃烧以后就会闪闪发光 所以呢 他自己就把这个定义为零 零在那个拉丁文里面啊 他是那个拉丁文的那个手字母P 其实拉丁文的意思就是闪闪发光的意思 他就这么命名了 然后这个人吧挺有意思的 他两任的老婆啊都是富婆 他做这个试验啊 那个资金啊都是他老婆提供的 然后他搞了六年这个实验 一直在煮尿这个事情 一直在专注于煮尿 然后呢最后把这个钱也不禁花 你刮搞实验啊 六年以后然后没墙了怎么办呢 然后他就把这个这个零啊 这个产品卖给了那个科学家 然后他一直没有 他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公开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零的 但是他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对吧 他应该是因为他不是科学家嘛 对 他是商人嘛 他其实是为了挣钱嘛 对 本来说煮着能煮出黄金出来了 没煮出来 然后呢就煮出了零出来了 那他就就把这个零就卖给科学家了嘛 那这个科学的解释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是人体摄入的零的量 跟他吸收的量 中间是有一个差的 摄入的多嘛 就是吸收的少 那剩余的他就通过这个尿液啊 就把它排泄掉 其实还有别的元素 只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把这个零给提取出来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挺诧异的是 这个人做这个事情能做六年 你知道吧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他怎么搞到那么多尿的 你知道5.5吨的尿 然后才能出来50克的零 一个人一天排估计最多也就1000毫升左右 他我觉得他得挨家户收 对他得收 他不然他得买 以前像我们就是外公外婆那个年代 家里比较穷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家里是没有厕所的 就每天早上会有人来 专门是来收的 叫什么 盗马子 有这个说法的 我不知道几百年以前 年前是不是德国也是这样的 差不多可能 随便乱泼的东西 对 反正蛮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在想 你说专注这件事情嘛 也挺有意思的 不是说 他坚持 对他坚持 就是说哪怕你看上去炼金术这个东西 完全不科学 他也不懂科学 但是他就有这个 而且有点像奇怪的一个癖好 嗜好一样的那种 我就觉得反正总有东西出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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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都煮出那个红糖浆跟黑色残留物 他还不放我 他还继续要煮 然后你会发现 哎 你有时候看上去很奇怪的事情 到最后你会有一个 意想不到的这个生活 而 但前提是他得做的够久啊 对啊 你谁能做六年啊 因为他肯定失败了很很 对他失败很多次 你看 他把两个人老婆的钱全烧光了 也没 开始也可能也没没找到有什么东西 一开始 他因为他一直在煮嘛 煮了好久 就也没主持个什么东西来嘛 对 这个你知道他 他也没有什么基础的那些 化学知识 对化学知识嘛 他就纯粹就是凭着一股子 一股子所谓的信仰啊 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在坚持这件事情 对 嗯 你说啊这个东西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哈哈哈 有点像那个早期的那种那种 对某些事情特别执着的 对对对对手工艺人一样啊 就是反正一天到晚我就干这件事情 对我也不腻我就就就把人干的干到我死了 我还在干这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你会就发现有一些 副产物 反而你可以呃 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你比如说我就想到我我现在跑步对吧 嗯 其实我跑步并不是为了减肥 你看我其实也不胖也没说是要到减肥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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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步去去天天跑 但是我天天跑其实是为了我的那个身心的一个愉悦 我觉得对 跑步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感到快乐高兴我才去做这个事情的 对 然后我就天天做我天天做 但是做了一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 我体重掉了十斤啊 我其实是一个我其实原来体重一百二不到嘛 我掉了十斤嘛 我的基数还不高 我掉了十斤 你想想看 就是说这个对于我来说这是意外的一个一个收获 我其实并没有说是冲着那个要去减肥去做这件事情的 当然你反过来说如果你冲着去减肥去做这个事情你也做不久 嗯对对因为因为我据我所了解的话就没有一个人说是我为了减肥能够一年五年十年天天跑路的天天跑很难 那个你你这个就衍生到一个问题了你找到那个关注点不对 那个只是个结果那个不是你的目标 你你光想去减肥的话你会在乎那个体重的增加和减少对对你每天你每天可能都要上身撑个不止一次找出来你都得撑吧 嗯就你很在意那个东西但是你忘你忘了应该你忘你忘了你你应该干什么 那个点不在于说你要你看着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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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秤上面的那个数字 对而是要你参与到那个真正那件事情去focus在那件事情身上 嗯嗯嗯嗯嗯 其实你看啊健身房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镜子你发现了没有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镜子的目的是什么照的好看一点不镜子有几个目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第一个就是说呃会让你觉得健身房的空间大然后明亮对 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健身房是要有氛围的你照着镜子感觉虽然你一个人 但你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人在陪伴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人多了以后你不是有气氛吗 然后你会觉得有来劲了然后就会练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看着镜子就像你说的嗯有自信 对但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镜子是用来纠正你的姿势的哦自己看自己教练在旁边也会让你看 他说你会看你看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嗯是不对的啊他会让你纠正嗯 但纠正这个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说让你照着镜子把那个形摆出来对是让你告诉你你的发力点在哪里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形状啊啊 然后你找到发力点以后教练会让你把你的那个专注度全部放在那个发力点上嗯 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哦就意思就是说你你要在做的时候要要把集中集中所有的focus在那个那个点上点上嗯不是看自己好不好看的对那个只是结果好看其实好不好看都不重要嗯嗯所以有些就是很多人但比如说全部啊就有些人他可能没有get到这个东西他会每次练的时候他会看镜子看镜子 看自己的这个呃动作有没有优美啊或姿势有没有变形啊对对对对其实真正的关注点在于你有没有把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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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思想集中在你的发力点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不是说是看镜子啊 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把如果你把这两个focus的点搞错的话你效果就不会太好 哦明白了啊那一那其实你在健身的时候你等同于在做嗯有点像是做冥想一样因为你得你得集中精神在很具体的一件事情上面但你还不能错呀关键是明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那个真正的冥想你的focus在哪个点啊呼吸一般呼吸对吧那嗯比如说我我我我做那个器械的普拉提嗯也是有个镜子 但教练基本上说你不要看镜子因为很多尤其是女性他特别在意的是我看看好不好他的那个shape怎么样对吧点就错了根本就不在那所以效果不好就不有的人练个十次可能你都能看出来隐约的那个呃那个那个那个马甲线了有的人就不行那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的点都没有放在你的那个核心力量上你怎么会发力呢 嗯你的力是散的你的你的关注点不对的话明白了啊这样子嗯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关注的那个找找对那个点是很重要的对不要本末倒置了这个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关注的话是一个非常逆人性的东西因为你要控制我健身本身就很逆人性啊他有人很享受你没上瘾呢那那那是那是那是 你我找到那道了是吧天天去然后然后你要依赖于那个多巴胺的分泌的时候就喝咖啡一样嗯那你那你那你可能会天天去天天去天天去那本身就对于绝大部分人而已绝大部分的人他其实对于健身对于练体型对于跑步这些事情他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动力去驱动你做这个事情或者说你动力不对对对你的动力不对找错了对对对对就像我刚刚说找错了对没错 那就那就不行嗯所以我我会觉得那个其实蛮你人性你知道心流这个概念吧还有一本这个书嘛心流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就是在专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心理状态那其实进入心流是很难的一个人大概进入心流他能维持的那个时间大概就是在20到3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心流那本书是让你干嘛的是为了让你训练的让你训练 告诉你怎么样能够重复呃快速的有规律的进入心流那个状态你要控制你的什么你要控制你的那个体验的要这个是要专门训练你才会慢慢有的对你想想看你要控制你要控制你的那个内心很难很难是不是很难很难你这个这个感觉给自己找别扭嘛对因为人懒嘛这个不只是在在在冥想中可以获得其实我知道的可以在运动中也可以获得你跑步也可以 你打球也可以呃不管是团体运动还是单体运动道理都是相通的只是说我们找了我体验过的比较熟悉的来来想讲一下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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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是这样的啊进入这个这个心流的核心其实是为了让你的那个大脑运转的效率会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对然后在那个状态下的话时间对于你来说你都你都感受不到这就就是之前几年看过一本书聊的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他就说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讲尤其是某些有钱人的阶级呃他们那个书里面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就是说呃创造力到底是一项可可习得的技能还是天生的呃 呃通过火人节我们基本上可以得以知道那像谷歌的CEO像马斯克他们都愿意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呃以及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快的进入那个状态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你看所有我们接触过的这些投资的这些大家哪个不说focus的这个概念每个人都在每个人都在说对吧你包括前阵子我正好又翻到了之前在这个苹果做首席设计师的那个那个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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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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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就是一种状态 不是你做某一件事情的一个状态 那个点的那个状态 是你整个一天24个小时 365天整个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对 那个可能我们还要继续再努力了 可以想象得到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好像可能我之前看奥运会的时候 发现国外林跟苏一鸣他们做的那个动作 并不是他平常在训练里每一次都能做成的动作 对对对 但是在那一刻他可以是因为他可能他进入了那个状态 但是在在他比赛的那一刻进入状态 比他平时进入状态更难 难对 因为你的噪音太多了 对对你要你不管是让自己兴奋起来 还是说你要通过安静下来 还是什么方式 你要你要找到合适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会极大的影响你的表现 那个那次我前不久又看那个邓亚萍跟那个 多伦涛以前聊天的那个老的那个那个那个片段 然后那个邓亚萍聊到他输给那个 那个规划的那个那个运动员 就是中国到日本规划的那个叫什么 何志利 后来改名叫小山智利 对对对对 就是说那次他输得很明确 其实那个那个事情哄过呢 然后回来以后被很多人骂 然后他说那个那个那个 因为他那场输的全国人民记忆都比较印象深刻 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经历了那天 他说我我已经把我能学过的所有的浑身解除都使出来 但是问题是人家我打什么球过去人家都接得到 那我就没办法那说明他当天可能进入了那种 那种状态 心流的状态 但是而且但是问题问题你再打一场他就他他不一定打得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控制是非常非常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他有谁他有随机性偶然性 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有的时候你都思想上你是不由自主的去去去分在你的注意力的 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头一天明明练的是背背部的肌肉 但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会发现我的这个手臂酸 为什么你这身体自己他在他在那个取巧你知道吧 他在借力 我那个通常运动人他会借力你知道吗 你不自觉 我不自觉的我浑身都在用力 所以你会觉得我明明练的背 我为什么手臂会会酸痛呢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控制都要控制在那个关键的点上 这个这一点是是很难的 要慢慢慢慢训练 还是可惜的 可惜的 我记得我看那个 那那确实得一万小时那个概念 对对对他是可惜的 一万小时那个概念 我因为我我记得我看那个火人节那本这本书的时候 他们就聊到这个这个这个事情了 那一整本书都在聊这个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这些人要追求这个东西 去参加这个节日花那么多时间去去进入那个状态 为什么呢 而且那个节日本身它的设置各种细节 就是为了让你进入这种状态而设置的 好处比如创造力啊 比如这个这个这个竞技比赛时候的这种专注度啊 各种 其实不论是个人也好或者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也好 其实这个专注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扯到一些企业啊 比如说我们看企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不会去看他做了什么 而是会去看他没有做什么 因为没有做什么 说明他在对一些机会啊 对市场say no 那他专注于他say yes的那些少部分的那些事情 这个是很关键的 对嗯 然后比如说你呃 关注你的竞争对手的时候 你其实也不是应该说是关注你竞争对手做了什么 而是反过来 你看你竞争对手 对哪些事情say no了 嗯 嗯 这个是等于说是换了一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专注 嗯 嗯 是 所以关这个呃练习专注 它并不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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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两天的事情 对嗯 你必须要长期 而且那个好处本身也是一个慢慢才会显现 出来的你当然你掌握的越熟练 可能对你长期来说好处越多 那有些人他做冥想 他他也许不一定是为了进入这个状态 他是可能他心里烦他想按自己安静下来 但是可能时间长了以后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本身里面还涵盖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复利的那个概念 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呃对你你你你的体验会弱一些吗 对对对时间长了以后你的体验会强了强了以后你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概念 一个循环对正循环在里面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我我自己个人我是做过冥想 嗯但我现在最近又没错了 有一段时间可能失眠的时候去做就发现效果比较好 就是能让你思考更清晰一些 嗯在某一段时间里对大概是这样 哎其实这个话题很大 我们可以聊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各种事情都可以聊很多次啊 这个这个对对 因为太大了 所以今天 容易跑篇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呃聊这么多 如果有一些新的一些有趣的呃 思考啊什么的 再跟大家分享 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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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